大家好 说了那么多集关于静音的内容 这次说说显卡 如何免费给显卡超个频升个小级 这是上集 这次折腾显卡的起因是因为极品飞车21这款游戏 按说GTX1060可以跑高特效 这也是游戏官方推荐的显卡 但是我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2560x1080 比1920x1080的分辨率多了25% 所以GTX1060在我这就不够用了 这是导致掉针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极品飞车21这款游戏自身优化有问题 白天跑比赛和晚上跑追踪赛 显卡要求是不一样的 晚上玩追踪 即便是1080p的分辨率 GTX1060根本跑不到60帧 或者说不能稳定在60帧 关于这款游戏的显卡如何设置 请看我之前发过的一个视频是关于 极品飞车21显卡优化设置的 游戏自身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只能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 比如下面这个 我们可以想办法给显卡小抄一下 我的这款显卡是影池的GTX1060大将 在游戏开始的时候 显卡的频率可以到1936MHz 随着温度不断的升高 频率会降到并且稳定在1860MHz 显卡的频率越高 它干活越猛 出力越多 游戏的帧率自然就越高 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显卡会越来越热 因为它干活多 持续干活会越来越热 显卡怕自己烧坏了 它会想办法降低温度 办法就是减少出力 降低频率 这是正常的逻辑 虽然显卡的频率 随显卡的温度升高而降低 但频率不会低于官方标记的频率 我的这块卡标记的核心频率是 1544MHz Boost的频率也就是能锐频到1759MHz 现在稳定在1860MHz 比Boost还要高 不能说显卡自身有问题 以上这些知识 我很早就知道了 但是最近看油管上 它们有很多GTX1060显卡 温度都固定在68度 而且不再上升 关键是频率都稳定在 1900多MHz 这让我很羡慕 我的这块显卡的体质和散热器 不如油管上那些GTX1066 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 它们那种状态呢 长时间游戏 频率保值在1900MHz以上 首先我先测试了一下 这块显卡的体质散热到底如何 下面分享我的经验 显卡的频率和温度是动态关联的 温度每升到一个节点 频率就会降一个节点 你也可以回去试试 先看一下显卡温度上升过程 显卡起步的温度是35度 这时候频率是1949MHz 当温度升到50度 频率降到1936 温度升到53度 频率降到1924 温度升到59度 频率变成1911 再往上升到66度 变成了1898 再升到68度 变成1860 显卡温度下降的过程 我没测试 但绝对不是上升过程这个临界点 比如从68度下降到65度 频率回不到1911 温度还要持续下降 频率才会回到1911 这个我测过 那么怎么让显卡的温度降低 怎么让显卡保持一个低温的工作状态呢 我们下期再见